住宅深夜施工敲打 遭到鄰居狂檢舉 員警跟屋主衝現場 發現理性水電工 自行闖入屋子半夜來施工 重點是屋主早就跟他解約 他卻裝傻說不知情 你有沒有去調解會嘛 他發任何通知你都沒有到場 你已經放棄你的權益了 你沒有到場 就是你放棄你的權益 那就是公文通知你來解除合約 找水電工施工半年 房子依然像廢墟 受害的七旋女屋主 去年初在網路上花50萬元 請理性水電工裝修老房子 沒想到對方是裝潢蟑螂 除了施工大爛尾外 更嚣張霸佔房屋 當自己家住 你為什麼三番兩次破壞門鎖進來 我破壞門鎖嗎 那請問你怎麼進來的 我就是辦法進來啊 實際來到新北市板橋這間老房子 鄰居表示曾多次募集 理性水電工出入 甚至以為他才是屋主 我們常常是辦理我聽到 我看到屋下的講話 你這樣子那個水 你倒下去那個水管 會弄壞壞 你會負責嗎 我就跟他講過說 我比別人慢一點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的人 就是我跟他害我 就跟他起組在 水電工占屋為王 還頻頻狡辯 甚至在被解約後 還傳訊息給屋主 發出死亡恐嚇 讓屋主嚇得向 住寶會求助 可以跟業者 申請住寶會的住寶旅約 屋主的錢付到銀行信託 專款占用 公班一段夜收沒問題 我就會撥款 不然原本想留點家產 讓兒女好過日子 找錯人修身 錢逃不回來 還修死亡威脅 恐怕只能上法院 才能套公道 就張志平採山藏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